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带来的这盘棋依然是由Master直黑对阵中国的小将乔治健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那么在Master刚刚登陆议程的时候 其实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他交手的一般都是一些网络上比较活跃的这些年轻棋手 是到了后面大家渐渐的对他的AI的呼声越来越高之后 才刚让棋手们开始有组织的向他发起挑战 在最初的时候其实都是相当于是逮着谁算谁 谁碰上了算谁的运气好 正好可以交手学习盘 看一下还是依然很熟悉的大飞手脚 走得很平淡 这个Master特别钟情于下这个像大鞋一样的定式 下了很多 那么棋手们其实对于这个棋呢也是基本上可以说达成共识了 这棋如果跳出来花一手觉得稍有不满 主要是因为这个子的位置 那他愿意爬 所以这爬呢黑棋也不硬了 就相当于这手棋其实你自己选吧 你是愿意跳还是愿意爬 这最后大家发现其实Master在这他都不会落子了 他不会在这继续下 实战 打入 白棋搬起来 这个时候黑棋挂 小飞 黑棋由于他这个地方他觉得非常的厚啊 他把这个棋飞过来 感觉上黑棋似乎占据了主动 白棋虽然说这走了一个就是连在这个地方下了两招 但是这个子力的配合 目前来看暂时好像发挥不出来什么太大作用 战斗的重心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像这样了之后 这个子你肯定得要 这个子首先不能弃掉 由于被他憋了一下 你等于只能歪一路去进行这个处理 不如自己跳出来那么舒服 他现在一飞 这个白棋基本上被封在里头了 只好去求演做活 打吃了一下之后封住 走得很稳 其实我觉得下到现在这个裴棋封白棋啊 感觉上白棋就是有一些不是太舒服 因为在这一代活棋 首先我们都肯定可以看出来 这个地方价值很小 你自己在里面活呢 第一你需要去摆眼效率就不高 其次呢是黑棋 刚才我们讲的这地方连走两步 但是这两步其实对于黑棋整体的这个 所谓它的这个联络啦 它这个形式啦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作用 显得反而是白棋的速度变慢了 三三这个很大 很多时候点三三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 因为现在如果黑白棋要把这个棋强行搬下呢 黑棋中间呢是有一些薄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把我搬下之后呢 你自身的木树的损失也是很大 这其实它可以飞 你如果敢挡它就把你冲断了 那你如果要贴一下它爬过去 你这个木树损失太大 至于这边它的保卫 你想比如说吃某一个子 它都给你吃了 你反正效率也不是特别高 这个搬下来呢需要下决心 这个地方需要 就是这种也是很煎熬 就是到底选哪个会更好呢 如果觉得后面的局面不利也许这个时候应该变化 可是你下这部棋的时候你其实看不到后面那么 那么久远以后的事情 所以快棋当中呢这个棋台就拐了 算了 形成这样 但这样了呢应该说黑棋是绝对没有不满意的道理的 有了根据地呀它就已经变厚了 像现在这些外围 你它也不会下了 就不走了 你要分断它都没有任何的价值 因为它已经活了 走两下算是还不错 把实地给守住了 现在这个局面 大家可以大致的粗粗略的一个感受啊 白棋这个二路孔应该说没有什么发展了 上边呢就是一个拆二 我们要数目的话其实数不了多少 黑棋呢有两个角在手里 这个两个角应该说是如果都是实地啊 这个五有角 这个大飞手角也是很大的 上面这个三手已经把这个角守好了 这两个子如果鼻蛋被它打入还是比较薄的 而你这块呢也要受到人家的这个搜刮啊 不能说死活有担忧吧 但是要受到搜刮就欠着 总归是欠着的 你没办法去占对方的便宜 你只能被对方来欺负 那就欠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呢感觉上 黑棋应该是占据绝对主导的 可是大家也会觉得挺奇怪的 怎么就差不多五十手 这个局面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其实还是跟白棋这个一向来的选择有关 在这个这一代花的手术过多 导致自己这边呢被人家 就是相当于压迫啊 欺负你一下 你必须得回到里面去求演求活 跟这个有点关系 所以现在形式不是很有力 它实际呢是 收了一个木 把这个彻底变成一个连脚带边的孔 欺负打入 这个太大了 这个要跳就是为了这个打入 逼 欺负呢来跟它作战 在这个地方 应该说 白棋如果说被吃掉某一个子呢 代价都是挺大的 欺负获得 实控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同时也要注意 欺负的脚地有有这个逼的作用啊 为什么他不拆二 他要拆三 就是他要把这个地方有一个 呃 脚步的一个很严厉的手段要使出来 所以 这一系列接下来该怎么样子去 就是何去何从 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子啊 命运交织在一起 该怎么样去处理 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学问的 一打入 白棋呢先去把这个靠掉 靠掉这个呢 应该说是一个无奈之举啊 必须得有舍有德 就必须把这个子得舍掉 这样呢 多两个子 让自己这个子变厚 是吧 大家现在看得很明白 这个子变厚了 我们看 它接下来要出动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靠这个 扳 呃 这个地方局部啊 如果说白棋可以顺利的把这个脚夺掉啊 白棋活了 安定了 那黑棋这个打入就没什么太大意义 还不如当初人家逼你的时候 你就自己补一个啊 来得稳健 现在黑棋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想办法用墙 嗯 使用出最强手 这几招呢 应该说 也是一个思路的连贯 就是肯定要这么下了 但是呃 这么下就涉及到一个判断 就是究竟谁占便宜更多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都是一本道啊 就是必然的一个进行 白棋呢 肯定也不能说就这样去二路爬火 也一定要断 那当然 如果说 粘住 是一个下法 如果说有结材 那我可以找一个结 然后提过来 这个就变得更厉害了 它现在没有什么合适的结材 我们看全局 没有什么必须得硬的结 就是你这种棋 这种棋 我都可以不硬啊 这边削掉才打 只好粘 黑棋的下一手 哎 很稳当的来进攻 我们发现 黑棋把你这个子割掉之后 这个脚呢 是实地是越来越大了 同时它通过进攻你 这个地方 它就叫什么 隐而不发 它没有把这个地方的定型给走掉 如果有的爱好者说 那我这个想的时候 我肯定想都不想 我就把这下打掉啦 反正我也不可能说 要在这把这个子救出 呃 是这样子 你是可以把这个打掉 但是就少了很多变化 其实它这个白棋 现在如果在这一代啊 新棋 比如说它怎么往外逃 或者怎么样 在进攻当中 也许有一种可能性 黑棋会从这边打了贴的 你吃我 我再打 你尝我贴 你打我再打一下 会通过棋子呢 获得更厚的外食 是有可能的 那这种保留 就是有效的把这个可能性呢 让它延续啊 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一走呢 黑棋一飞 白棋有点难受 白棋吃了这个 所以也是跟大家就是 呃 看高手棋的时候 有些东西要保留 它这个保留 其实并不一定说 一定有什么棋 但是可以先不走的地方 我们先把这个味道留着 也许呢 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现在这个棋呢 白棋就因为它没有吃嘛 黑的没吃 白棋就想把这个地方走掉 然后黑棋沾 当然黑棋把这个地方弃掉啊 刚才打吃这个 千万不能粘 这个子不能要 从上面弃子 弃掉之后呢 黑棋是越来越坚固了 那白棋这个棋肯定 我厚了 你就薄了 白棋也不能气啊 白棋也是要开始 直辜了 那最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马眼啊 俗语说 就是开始瞪两个眼 找眼 你看刚才黑棋吃到这儿 以后一个好处 就现在我一飞 连不回去 白棋已经没有路 可以连了 只能局部啊 顶在这儿 这是一个 嗯 局部是活了 因为他现在贴这个 这线手 他只要搬了一火 局部就是一个活棋 这顶是一个好棋 他在活之前呢 他想再稍微的借用一下 那他先火 黑棋肩 其实这种本身都是黑棋的绝对先手 没必要走 但是 AI下都是很直接的 就是什么他都不想留着 打一下 最终你要回到这里来做活 白棋是活了 活了两木棋 比较可怜 以后拐一下啊 这是两木棋 这边呢 他没有把这个交换掉 其实是对的 这个地方黑棋是下不来的 如果虎呢 我可以刺 你如果沾我一打吃 就把你断了 我自身是一块铁 这只地方没有任何死活关系 所以这儿等于是白棋的实控 但是我们看啊 黑棋走到这一手的时候 黑棋的中央无形之中 这个潜力通过攻击他 刚才我们还说这个带变得很大 现在是包括刚才的整个中央 都被黑棋所控制了 白棋把局部活了 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但是在全局上 无疑是大大的落了下风 就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如果你不可能说 直接就把这个地方 根本性的给他破掉的话 就是已经不太可能追得上了 你差的差距比较大 占大场 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局面 对方就只要是比较轻松的 就是不要把子下的太过于落空 都走在木上 就实地你已经追不上了 对 因为这个一挡 涉及到你自己的死活 长 他都不许把这个子粘回来 我们发现 再一场 双 其实我们看这一串 白棋从断开始 他就没有走到木 走得就 黑棋其实走得还挺舒服的 把这儿就走 走好了 你那粘以后也是后手 你要吃这个子 他就给你吃 无所谓 木树反正不差那么 几木棋 然后白棋呢 就是 非常顽强 在这个地方 要脱退 但是 他都给你 你脱退 不是瞄着这个段吗 他就补一个 黑棋 白棋在这儿呢 是使用了一个手筋 断一下 但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基本上呢 在交换了几手棋之后啊 白棋就投资任父了 主要还是 这个中央成的太大了 这个 涉及到我们 就是 有的时候说 这个价值观判断 跟AI相比啊 人还是太过于局限了 有的时候只看局部 所以这盘棋 最终 Master获胜了 这盘棋呢 要给您带来的是 由中国的 韩依州这位小将 对着Master 我们来看这盘棋 韩依州呢 也曾经是 为假的选手 虽然说年纪 也很年轻 这盘棋 看看他们会下 成什么样子 四个角站完 接下来呢 黑棋挂白棋 白棋下一手 硬有趣 它没有在这个角硬 而是选择了拖线 嗯 这个 这段 其实是我们在 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套路化的 今天出现这样子的棋 其实大家都是 愿意看到的 因为总是下一样的 也挺没意思的 大家看 Master的棋 其实就是 它很难让你 能够固定化 踩到它的下一步动作 这个是个好现象 如果我们的棋手下棋 都这样的话 那这棋也丰富 就是布局阶段啊 也是会丰富很多 好 长 接下来 哦 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先把这个飞掉 在形成双飞燕之前 先飞了一下 这样 然后再选择靠 嗯 双飞燕定式 靠 关于这个靠呢 有一个说法 叫做压强不压弱 这个是我小时候 学期的时候就 学过了 但是按照 现在这个理论的话 大家看哪边强呢 无疑这边强 因为这边 已经有接应了嘛 肯定这个字要强 那这个字要弱 所以采取 压强不压弱 这是一个 可以用来套的 这么一句老话 当然也要根据你周围的形式啊 不同来选择 像现在这个棋 其实黑棋面临一个选择 接下来 如果定式 那小尖一个 这是定式 但是他又想要追求更高效率 看他实战 他贴这个 那很显然 他想在这个地方呢 形成动作啊 想要在这儿有所发展 白棋走的也挺简单的 没硬 如果这个时候 大家一看 着急了 要进去 那这就坏了 就中了敌人的圈套了 千万不要这样 有的时候冷静啊 以静置动 反而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招 一个选择 就这个 黑棋跳 黑棋在这儿呢 始终就是想扩张自己 要想把自己走大 白棋就拆 可以先把这个 这样走得很大 但是啊 我们来看看 他最后的这个效果 现在贴 贴也是这个棋的一种选择 有的时候呢 白棋会煎这个 长的话就粘 你搬住我 我断一下之后 可以把这两个子吃掉 但现在呢 这个monster没这么选 他没这个应对 他选择直接把你吃了 感觉上也不错 因为从黑棋的接下来的手段就能看出来 白棋这个下法应该是满意的 黑棋冲 白棋退 这个要注意啊 千万别去挡 这个 这两个子已经看清了 粘住 这个是 可以说在这个局部呢 就会告一段落了 这个局部谁便宜了 我们每下完一个局部 可能会有一个判断 加其基于这个判断来 对你后面的棋呢 来作为一个参考 参照 这棋谁便宜 如果大家对于手歌比较了解的话 现在就可以用运用手歌 我们来把它分析一下 怎么样是手歌 呃 这个地方黑棋死了一个 那我也死了一个 对吧 我按照我这个死法呢 就是 其实 如果我们看作是这样 这黑棋在这多花了一手棋 这个子基本上没用 呃 应该说黑棋肯定是亏了 白棋的实地这么大 黑棋呢 呃 例三只拆了个小一 效率并不是很高 一般般 呃 但是你这样分析的话 配方已经没法下了 但是白棋呢 就损在哪呢 就损在这几招了 加了一下 还冲了一下 当然他有一天跑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也没亏 呃 我这两个还可以逃 但是你这个则是 实打实的损失 我们发现 实打实的亏损 如果就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局部 黑棋也不得 也不便宜 更何况 你还来一这个 这一下损失应该说 还是挺大的 呃 在这个局部 白棋取得了 非常完美的效率 但是黑棋看中的 是他自己这一块 觉得这个整体 我的配合 我很满意 这个也是 忍者见 忍智者见 智的事情了 如果是 马斯特 他肯定觉得 他现在很满意 局部效率非常高 你这块 是不是你的 还未知呢 以后有可能会被 对方 清销 被压缩 但是在我们 就直观的 也目测一下的话 觉得黑棋 这个地方的效率 也不低 看起来也挺大的 现在呢 就拖鲜了 点三三 黑棋呢 点三三 白棋挡这边 其实这个棋 也很有趣 从来没有见过 马斯特 对于点三三 是挡在 搬下来的 搬这边的棋呢 是从没有见他下过 他都是硬这边 觉得 忍耐一下 也没关系 长 这个时候 把这个棋 长出来了 就是相当于 把自己那个 刚才要死的 再救出来 贴很大 这个是点三三定式 也是很多件的 力 白棋走得很简明 哎 蒸一个仙手 然后把这个地方给 连回去 嗯 黑棋这儿确实很厚 我们看它 现在肩上是仙手 这一串子很厚 但是如果它这个厚啊 发挥不出来效率的话 其实它这个 子力本身 我们觉得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毕竟它都在天上 如果天上发 长不出东西的话 那你就不如在地下来的实惠嘛 所以也是现在 棋手都愿意 都中外失控啊 先捞后洗 这个原因也是这样 现在白棋 把这个棋一活了以后呢 黑棋其实面临一个选择 选择是什么 选择就是 你是围你这边 还是围你这边 两边 黑棋都有阵营 这边很显然 我跳起来之后 我这也是个阵势啊 这边有阵营 这边有阵营 该怎么样选择 这是它现在 面临的一个困难 因为黑棋不可能说 把这变成通天的空 就是不能说一手 哗啦 这就全是我的了 这个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太大了 人家肯定会进来 那你只能分块去围 分块去围就有这个问题 你围着这边 有可能那边就围不住了 你围着那边 可能这边自然让人就没了 所以这也是 对于金银模样来说 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 搬 白棋 就是很自然 很紧凑的 搬了连搬 它先断一下 把你这个地方 给你断出一个味道来 黑棋用不上劲儿 这个地方 它继续贴 你看我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现在就体现出来了 黑棋 如果一味的要在这个地方行 其要在这儿为控 我们看白棋这个势头 一旦走过去跟着你压嘛 它就一直往前压 你这边无形之中 就不可能扩张的很大了 已经慢慢的受到了压缩 这就是 刚才我们讲的 你面临的选择之后 白棋不需要先动手 它千万不要 一下就一猛的扎进去 那容易受到 变成一个包袱 受到人家的攻击 成为攻击对象 就这样子 就是我们讲的渗透的方式 慢慢的去渗透模样了 反而这个企业 它行不成很大的空 越走啊 这个木树越少 现在黑棋就很头痛 所以它实战呢 想选择拼一把 拼到这儿 打了一场 就心想把这两个子 给它分断 但是呢 其实自身的味道并不好 嗯 白棋就走得很沾上了 把这棋走得很坚实 这个地方的味道很坏 当然你要说马上就有棋呢 是没棋 但是总归受限制 你这地方走下的地方 你可能会 因为这儿的味道不好 而受到局限 这两个子你不能不硬 不硬被一跳 这棋可能就要被分断了 你还是得花手术连 那它这几个棋 离家已经很近了 所以它并不存在于说 不好处理的情况 飞 攻击它 对 借劲 所以大家看这个制孤啊 其实Matter的制孤 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没有什么很刻意 去下的一些棋 都是顺其自然 但是恰恰就这种顺其自然 往往给对方的打击 是最大的 我们看现在这个棋 黑棋已经很难硬了 先在这儿走 要长 白棋中就把自己都走好 扁一下 关系也不大 扳 我们看白棋也是在 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棋呢 就是往黑棋的空里面去 慢慢的渗透 这种力量是 很可怕 因为它没有花手术 它完全是 很自然形成的 那它的效率就会很高 如果说你是 一门心思 一直在一手棋 两手棋 三手棋 在花手术 然后对于对方 这个大模样的进行 这个清销 渗透的话 那样的反而是效率 并不是我们提倡的 现在这样了 黑棋 走这个 就是我们发现 白棋自己走着走着 好像还带点木 这个是 智孤 最厉害的地方 走着自己 不但在智孤 淘自己 相反的 还能围出点木 这个就厉害了 黑棋下成这样之后呢 其实也 可以说 该定型的地方 也都定型差不多了 自己这块味道很坏 所以呢 补一下 好 好 黑棋把这块棋呢 算是彻底的补结实了 现在它不走的话呢 就被打吃 你得粘住 这味道真的是很坏 但它可能马上不会下 它补住了就放心了 嗯 然后下一手 黑棋 白棋尝 也是一招很大的棋啊 它走的都堂堂正正 黑棋呢 由于这个地方有点了贴进来的手段 所以它实际上是拐了一个 但这招拐很显然没有找对自己骑行的 就是真正骑行的问题 就好像这个医生诊病啊 没有诊到这个病根一样 现在这个棋的问题一下子就给暴露出来了 走什么呢 对方就一拐 跳到这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 这不能硬了 如果硬这个 我们看 这挤是决先 它一冲你就都死了 我可以挤一下 挤这个为什么是决先 因为这有断 你不可能吃我 吃我这被断了 你也不能补下面 补下面这全都被贴死了 你大概粘住 那这被一冲 刚才我们看你这还压缩了白棋 现在转眼都被白棋给吃进了 更关键的是白棋更厚了 这也不行 所以就是棋型的问题 当它这棋型没有走对的时候 这棋白棋 长的时候 黑棋其实本手大概补一个 补这个可能 或者这个 反正差不多 就大致补一个 让自己这个地方呢 也能厚一点 互相做一个接印 实际上它没注意看 它走这个呢 感觉上吧 你如果走这个 我还可以联络 你如果冲我就退 这边好像都没骑 但是被一拐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一切都不对了 这时候它还并了一个 并一个其实已经有问题了 这被一断 可能这个 不用实力很高的棋油 也看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黑棋已经 用我们的这个行业上说的话 就是弹了 这棋已经没得下了 为什么没得下了 你能挡吗 挡一个局部 你可以把这样子吃了 但是这一斑呢 下一手就断死了 全死了 这边已经没手段了 你如果说补这边 让它的木都不复存在了 什么都没了 所以下到这儿呢 其实 这盘棋呢 也就没有后续了 这也是创造了一个 对局手术最少的一盘棋啊 仅仅104手 所以面对对方的模样 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先不要急 从其他地方着手 慢慢的入侵 这是一个面对大模样 先冷静自己 不要冲动 不要我们所谓的 去眼红对方的木树 把自己先下好了 再去攻击 威胁对方 效果呢 反而是最好的 包括现在我们看 对方的七星没走正 所以就直败了 那好 这盘棋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